世界、鬼谷文化、世界和平 大未来发展现实性高层论坛 花乱胜专专专业太平 天下满目当有情 云生修身保护你 接着我们有一位贺碧的 回国研究会的会长 因为他还身兼官职 所以这次不能够到来 那么特别寄了文章来 我们现在请我们的主播 我们洪一家 全是跟大家代为代读 简要代读 谢谢 师父 混元禅师 主持人南天文化院杨吉东杨院长 以及各位学界前辈 由于现在也是祭祖大典相关活动期间 所以问候各位中华三组儿女 亲友们大家好 以及维新贤士统修们 我是玉佳 今天在这里为大家代读 贺碧市鬼谷子文化研究会副会长 冯奇副会长的专题 简述鬼谷子兵法对沟通管理的启示 鬼谷子兵法也被称为中国古代文兵法 本文依次对该兵法及其历史价值 鬼谷子企业管理思想 特别是鬼谷子沟通管理思想的核心 和基本准则与阐述 对鬼谷子兵法 思想在企业管理 尤其是沟通管理等方面进行了应用研究 期望能够对其科学运用于沟通工作有所启发 一 鬼谷子兵法概述 鬼谷子兵法为东周时期 魏国朝歌人鬼谷子所著 被誉为智慧禁果 王者圣经 鬼谷子兵法分为百合 反应 内建等十四篇 相对于孙子兵法被称为武兵法而言 鬼谷子兵法则被评为文兵法 其思想精髓体现在前谋于无形 常胜于不争不费 在竞争空前激烈的商战 红海年代 鬼谷子兵法已经被广泛地运用在 企业管理的各个方面 二 鬼谷子兵法的历史价值 鬼谷子是被尊称为中国制胜 是九流十家中纵横家之鼻祖 而鬼谷子兵法则是纵横家唯一传世 代表性巨著 纵横家是春秋战国时期 朱子百家之中最为入世 最为传奇 也是对当时各国政治 经济 生活 影响最大的一家 他们既是卓越的说客和谋士 又是各个国家关系的润滑季 大家熟悉的苏秦 张仪 孙并 庞娟 卫劳 毛岁 范黎 徐福等等 都获得了事业上的巨大成功 三 鬼谷子兵法的企业管理思想概述 鬼谷子兵法单从企业管理上说 就涉及了企业战略 计划 组织 领导 控制 沟通 创新 预测 决策 人力资源管理等 诸多现代管理学中关注的问题 举例 鬼谷子的绝情定义 万事之机 以正治乱 决成败思想 强调企业在关键时刻 做出正确的战略决策 第二 鬼谷子的周密之贵为思想 强调企业经营应注重细节 细节决定成败 三 鬼谷子的强者 基于弱野思想 强调企业通过学习知识 和运用智慧 可以以弱势强 换劣势为优势 换优势为盛势 以下着重鬼谷子 沟通管理思想 做一论述 四 鬼谷子沟通管理思想的核心 鬼谷子先生在2300年前 就已经认识到了沟通的重要性 鬼谷子兵法对沟通之道论述颇多 特别在第九篇全篇中 讲了大量的沟通技巧 鬼谷子认为沟通的核心就是人性 他说筹策万类之忠实达人心之理 而现代沟通管理的基本点 也是建立在对人性的理解上 这些沟通的理论 要比西方相关理论早2000多年 鬼谷子沟通管理思想的核心 就是以人为本 注重人性特征 这也是鬼谷子思想的难能可贵之处 鬼谷子兵法 用现代管理理论分析 它强调将每一次的沟通 作为一个专案来操作 分析目标人群如底细 研究目标人群的心理特征 和行为特征如内建 分析内外部环境如全篇 分析可能的风险问题如揣摩 分析城市和方法如百合反应五合浮言 鬼谷子能在2000多年前 对沟通管理有如此深入系统的认识 着实令人敬佩 五 鬼谷子沟通管理思想的基本准则 一 知己知彼准则 知己知彼是沟通之道的核心 沟通的成功之道在于对己方有清醒的认识 对彼方有清楚的了解 鬼谷子还打了非常形象的避语 知己知彼相互了解 因像笔目鱼一样没有距离 掌握对方的言论就像声音与回音一样相符 明瞭对方的情形就像光和影子一样不走样 侦查对方言辞不发生失误 就像此时来吸取铁针 知己知彼准则也已成为现代沟通管理的基本准则之一 二 相似相容准则 沟通管理当中要能够熟悉 了解接收者的知识结构 社会层次 价值观和所处境地 以便于资讯接收者接收资讯 达成共识 三 情投意合准则 鬼谷子认为要有好的沟通效果 达到预期的沟通目标 需要站在资讯接收者的立场上 为之书机 以赢之 随之 以钱合之 以意义之 如果在沟通过程当中能做到情投意合 则可以顺利地达到预期目的 四 把握时机准则 鬼谷子认为做事要把握时机 待机而动 同时在沟通管理上掌握火候应是力导 五 混说损益准则 这是指进睡词时 应该把握好主次先后和矛盾要点 通过研究形式 统筹考虑 系统分析 科学判断来开展沟通管理工作 六 谋划周密准则 这是说做事就有可能存在风险 风险管理以预防为上 沟通前预料过程 条件 困难 有积极的对策 沟通效果才有保证 七 诚而不拘准则 诚而不拘久而化成 意思是沟通不能以 世会于人的形态出现 不管你多么希望帮助对方 都要考虑到对方的尊严 否则对方很难因为你是善意而接纳你的意见 即使沟通成功 也不能鞠躬自傲 将谋划与决策的成功归功于别人 与己 与人都有利 这对于沟通的顺利进行 以后继续沟通和沟通后全身而退 都极为重要 八 同心同德准则 良好的沟通其前提是 资讯接收者不怀疑资讯发送者的诚意 去除其戒备心理 沟通时要让资讯接收者相信自己是他的盟友 并把或解以道德或解以党友等作为 沟通双方来拉近距离 团结协作同心同德 合作共赢的方法和准则 鬼谷子方法精华晦翠 内容丰富 博大精深 鬼谷子善于从人性的角度 在人们的谈话 交流等日常行为当中 探查所隐藏的心理变化和行为动机 并使之上升为理论 在中印人士之沟通管理方面 展现了其精湛的处事艺术和深刻的哲学思想 通过对鬼谷子沟通管理思想的学习和运用 可以极大的提高管理者的沟通时效和说服技能 鬼谷子的思想智慧已经把沟通管理提高到了一个哲学高度 非常值得今天的工商企业界人士及管理研究人员 深入学习 探索 集趣和运用 以上报告 谢谢 以后各位如果你们写文章不能来 有人帮你这样子宣读 恐怕比你来还好 我们冯奇副会长在大陆非常的认真用功 他一直跟我跟黄教授每次一见面 就是在讨论提到他怎么样的能够把他的博士学位 能够真的是拿到有用 我们就建议他能够把鬼谷子的东西 用在你现在的管理的理论跟策略 技术上头 他接受我们的意见 各位可以看到 我们将来如果是要把鬼谷子的东西说 看怎么样子用 应该要先引述他怎么写 怎么说 从那里头才去找出理出 跟现代的科学能够结合在一起 那就是古字经用 三年前我曾经是 请我们现在在座 我们张论书 张教授 张院长 他是台湾的公共行政专家学者 他特别也在三年前 也把鬼谷子的内容去逐句逐句的去演读 哪些跟现代的公共行政管理有关 能够把它连结起来 让我们不要以为这些都是西方的东西 我们老祖宗那么远远流场的时代里头 就老早就已经有了 我们也不必都是羡慕别人 我们如果能够把自己的老祖宗的东西拿来读一读 拿来用一用 也应该是可以贡献于社会 我也借这个机会 谢谢冯奇先生 也谢谢我们张院长当年也是帮这个忙 我们现在最后一位 我们请的是祭祠法师 祭祠法师他是立瑞文化教育总院的创办人 他每次他对师父非常的亲近 他每次都希望说他能够把鬼谷文化的东西 能够活教的东西能够结合在一块 我们现在请我们祭祠法师 谢谢 我这一次来之前 有一个好朋友 看了我一些材料 他说你有拍马屁 说禅师是活佛 你不嫌烦呢 然后我说了一句话 我说 咱们天天念阿弥陀佛 你觉得阿弥陀佛的弟子会不会烦 然后呢 他又看了一条 他说鬼谷子是魂缘前世 他说这条对吗 我说为什么不对啊 他说鬼谷子不是鬼吗 哎呀 这个事情啊 我给大家报告 2014年有一次 我们正在搞鬼谷子文化研究的一个论坛 在水库的一个水库景区 突然宗教局的一个干部来了 要解散我们 说这帮人太混蛋 在研究鬼 马上走 他一看鬼谷子 他说我们研究鬼是迷信 没有办法 这个2015年的12月 11月19号 晚上的22点 多一点点 园艺法师给我发了一个违信 当时我在高速路上没有打开 所以我就没有及时回 等我赶到洪佛寺了 然后我又把它重新打开 哇 好激动 是魂缘禅师亲笔写的这个论文题目 发给了我 我就那个时间 才知道我要发言 所以我当时马上回复 我说请转告禅师 我对鬼谷文化研究甚少 我不会写什么论文 我说我随便写写 所以说第一句我就写 第一段又写了 我说鬼谷子就是魂缘禅师 然后大活佛还是魂缘禅师 你们觉得会烦吗 那从这个材料大家随便看一看 我也随便讲一讲 对于鬼谷文化的和 我觉得很简单 这个和字老祖宗在照这个字 一个和一个 一边是一个和 一个是口 我觉得人的要求甚短 很少 就是有口吃的就和谐的 所以说这个要求非常低 那么鬼谷文化的这个和 解决基本温饱问题 然后也是我们佛教所讲的 五征文化 没有征 什么可以征的 吃饱了就不征了 所以鬼谷文化和佛教的 这个五征文化 我觉得是一脉相承的 那么真的原因是一个 就是有我 有这个我了 人就会有自私 人就会有欲望 那么有了自私 有了欲望 就会有心思 想尽一切办法干掉别人 维护自己的利益 或者扩大自己的利益 那么一个企业家 一个民族 一个国家 如果有称霸的思想 不是在和谐中求生存和发展的话 那么也是一个世界不和谐的基本原因 所以说 这个要想五征 要想和 首先除掉这个我 只有把这个我放下了 我觉得呢 我们才会有和的可能 那么 那未来的发展 我觉得应该以鬼谷文化 的唯妙法来指导 世间的一切发展 应该用佛教来指导 人心理这个内心世界 来促进法界的和谐 我42岁了 再过几天就43了 就43岁了 但是呢 六岁被剃度成为和尚 到现在三十多年的修行 我从六岁开始为赤幽地 呼吁平反 为什么呢 我的爷爷是一个红军战士 他曾经走进大西南 到了允贵川 剿匪也好 与蒋王朝打架也好 打仗也好 他有一个特点 他只要感叹一次 哎 赤幽啊赤幽 你是老祖啊 你还是鬼啊 但我认为你是老祖啊 哎 子弹从头上飞过去 打不中他 然后呢 他要哪一天 他忘记了 他中弹了 我爷爷这一辈子 在95年元祭 他95年元祭之前 我还正在读法学 他自己就跟我说 他说如果你有机会 希望你继续地举起这个棋 哪一个棋啊 平凡 让老祖们 不再打架 不再打架 因为从小呢 有人会说 你会看到东西 我确实难啊 我老看到 他就给我讲 爷爷给我讲 你把它画出来 我说我听不见 能看见听不见 他刚张嘴 无音电影一样 我说我听不见 所以说他 我也不知道他是不是吃忧 所以说呢 这就是一个缘起 那么佛家的修行 特别我个人 我觉得应该 首先向 往事累劫的祖先 父母 师长 兄弟姐妹 有情有缘 说 忏悔 对不起 只有在这样一个 真心惭愧 真心忏悔的基础上 我们才能起 老祖之间 姓氏祖宗之间 他们之间的放下 否则的话 我们后代还在争 他也就保护着我们去战争 因为爸爸妈妈 老帮着孩子干架 这是一定的 知有智慧 但是呢 在历代祖宗当中 我相信有智者 也有吃者 那么我们现在用违心法 我们唤起 劣士劣宗 那些职 吃 他们能够智 让原来更智慧的呢 成佛 道价慈航 来普渡我们 来庇佑我们 那么 我自己现在 一直在大陆 提个口号 我说台湾有慈祭 大陆有祭祠 我为什么这样讲呢 从我14岁开始 我就开始来台湾 14岁就开始 往台湾两地交流 最后一直到 2011年 观世音菩萨成道 我的徒弟 佛灵寺的住持 然后呢 明恩法师 将我自己的东西 总结了三句话 就是三愿文 发了老年愿 中青年愿 和少儿愿 然后最后 南华大学的校长 林校长上午还在 他第一次到南华大学 和他交流 他说了一句话 他说我要跟你混了 你把人全包了 你把人全包了 从生到死 你都包了 你能坐得过来吗 我说我总觉得时间太短 我要为这个三愿 奉尘杀 奉尘杀 那么这个三愿 习道我自己 一直给我的弟子讲 有人来到咱们的寺庙 先放下我们自己的佛法 先讲中国的五大经的 之手 一经 因为好多人来学佛 不是来这儿听讲佛法的 是遇到了困难 遇到了麻烦 他想怎么解决 你来了这儿以后 你告诉他 不要杀生 不要邪淫 不要妄语 你也说 No 再见 再不来了 所以说呢 你自己要告诉他 哎呦 你刚好 你给我写一个字 我马上给你测一下 然后你给我说一下 生真把子 哎 我给你掐一下 然后你一说 好好 就用这个方法赶快 但是你要满愿以后 回来以后送阿弥陀经 好 很高兴就回来了 就回来了 所以说 我再给他们讲这个次第 那但是呢 现在有一个问题 我不知道台湾 但是在大陆 宗教界和学派 特别是易经风水界 存在一个什么问题呢 诽谤着飓风啊 就是 哎 你昨天找他算卦啊 哎呀 那个人坏得很 你可不要听他的 我的最好啊 我的最好 绝对的 绝对 好了 没有融合 没有包容 总在打架 你们是受害者 为什么呢 大众是受害者 因为什么呢 我不知道该听哪一家 哪一家是对 哪一家是不对 卖东西啊 也是这样 一样品牌 一样东西 他偏要说 他们家的好 别人的不好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 我觉得 宗教和学派 特别是我们 易经风水界的大德们 首先要有口德 那就是赞叹别人的法 不要诽谤别人的法 但是允许有意见 有分歧 但是我们要做到 去以求同 也就行了 何必去诽谤别人 又去扰乱大众的视线呢 我觉得这是不对的 我也希望大家能够 从这一点就开始和 那么 宗教无争乃真和平啊 那佛教界有一个公案 说在白马寺前 道家和佛家 开始把自己所有的经文 放在门口来粉烧 说到底我们外教是魔教 还是你中国教是魔教 最终一下子佛教的经书 在大火当中烧了好多天 一本也没有着 但是火却很大 然后那道家呢 一本所有的经都着了 就剩下了一部经没有着 好了很多人就说 道教不行了 我自己从18岁 在北京的人民大学 我就做了一个大胆的 那一次大胆 差一点就挨杂啊 有别人扔血 差一点 为啥呢 我就说了 我说我们这个公案 不是说道教不行了 而是符合佛教所说的 万法皆空 我们连法都放下了 我们还有什么放不下 所以呢 你说那为什么 你佛教的经就存在了 因为佛教的经 告诉你怎么做人 对吧 在里边怎么告诉你 西方极乐世界怎么好 你要用心 用什么心才能够到那个地方 所以说呢 这一个不能烧掉啊 因为它要让你知道 你先做好了这一段 你才能够万法皆空 你才能够到极乐世界 绝不是要诽谤 佛教绝不是诽谤 我们中国的道教的 这是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 那么我们自己要告诫自己的子孙 合要从文化来合 如果说人这一生 仅看本位 仅看自己 自己强 自己好 那就很麻烦 我觉得我们的人 也可以借鉴一下婆婆劝儿媳妇的这个法 儿子给儿媳妇打架 不管是儿子对 还是儿媳妇对 他总说儿媳妇有道理 他会到那里边说 哎呀 媳妇啊 或者说女儿啊 孩子啊 都是我儿子的错 你不要和他一样 这样也可能会好 也可能会助长这个儿媳妇 彻底地认为 她是对的 以后就更麻烦 所以说呢 文化呢 需要 需要用智慧了 作为一个宗教界人士 我觉得 主要任务啊 是红法 普度重商 那么红法的 对象 和普度的对象 我认为 只有两个人 一个是亡人 一个是僧人 亡者不和 僧者不安 僧者不闲 亡者不安 也就是说 死了的人还在那儿斗争 天天晚上找你说话 天天晚上 拿着你的衣服 在屋里边乱跑 哇 你会安吗 你不会安 那如果你在家 居家不闲 不孝 你的祖宗也会来找你 也会耗耳朵 也会说 哎呦 哎呦 这这么疼 怎么会偏头痛 因为啊 你正在那儿 办坏事 被祖宗 蹦 打了一下 所以说 哎呦 哎呦 好疼 就这个原因 所以说呢 我们自己生着 不闲 不孝 很麻烦 所以天下一切大道 唯孝道 是第一大道 那你自己如果说 这个没有学好 以经风水 学得再好 也没有用 你住的地方再好 你的这个风水地理 再好 你是一个不孝不贤的人 你也是要大难临头的 这是一定的 因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的列祖列心 要惩罚你 要惩罚你 所以说呢 我们自己修行呢 才会有超度 才会有超拔 才会有起伏 才会有消灾解恶 去病消灾啊 等等的这些 那么我们自己现在 生者应该 我是佛教界的 应该践行人间佛教 人间佛教的基础是 拿着佛教的唯妙法 来指导人间的烦恼 化解人间的烦恼 在人间成佛成圣 而不是念着阿弥陀佛 不管外边的人和事 等到死了 让阿弥陀佛 开着奥迪来接我 不可能 是不是 那个时间开奥迪来了 到你面前 没油了 为什么呢 利尼有那么一段距离 说没油了 没有加油站 你上不了车啊 你上不了车 所以我们自己现在 必须要运用文化次第 那也就是说 先从易经入手 然后呢 再呼吁大家的闲笑 最终用尽性学修的四字法 来去分门别类的修斥佛法 来让我们自己呢 真正的走向和谐 走向和平 那么一花无业 一个师父 你在佛教的传承里 就像我一样 我下边收五个徒弟的话 我可能一听 你们听不出来 他都是我的徒弟 为什么呢 有的是明字辈 有的是莲字辈 有的是慧字辈 怎么回事呢 一师五传 也就是说一叶五花 或者说以花五叶 他在这样的情况下呢 唯的是什么呢 一个师父有多种法 一个徒弟不可能完全服应 因为你服应的时候 也有可能那个末不均匀呢 所以说会出问题 所以说五个弟子研究师父 一个传承一个就下去了 释迦牟尼佛 他没有分宗教 没有分派别 为什么现在有了三大语系 十大宗 那就是因为 由这么多人来研究释迦牟尼佛 最终又把释迦牟尼佛的某一方面 彻底地拿到现实当中 结合现实 最终来指导世界 才导致了我们现在 你看佛教这么长时间了 各个宗教哪有破产的 你企业为什么破产呢 因为你不是释迦牟尼佛啊 是不是 你一定要想 我们自己能不能破产 首先再有文化的传承 那么我们自己在现实当中 我自己还要拐回来 说到第一句 禅师是活佛 你们有没有意见 我有这几个理由来谈 魂元禅师是我心中的活佛 说这个释迦牟尼佛 是唆婆界的文佛教主 那我觉得魂元禅师 也是代表着释迦牟尼佛 来普渡众生的 而是默默无闻地 在普渡众生 第一 有没有天坑 有没有地线 有没有海啸 大家觉得有地震局 是吧 有气象台 我不需要听 我也不需要管 但是魂元禅师没有想着让你听 也没有想着让你管 而是自己身体力行 只要知道 夜里知道 夜里奇谈 白天知道 白天奇谈 他为的是众生 就符合佛教的一句话 不为自己求人天福报 但求众生出力苦 所以魂元禅师是大活佛 这是我的第一个 第二个 他自己没有想着 两岸有没有三通 但他想的是三祖有没有三通 有没有三通 他一直在天人合一 做三祖的传递员 给三祖说话 最终三祖以我所说 谢谢你 所以和谐的 我们现在两岸的发展都很好 世界 特别是亚洲 发展趋势很好 谁的原因 魂元禅师 功不可没 所以大活佛 有没有意见 然后呢 第三点 我说他自己是大活佛 是因为他包容了一切 在祭祖当中 不管是天主教 还是伊斯兰教 还是基督教 还是佛教 不管是哪一种宗教 他都没有说 伟心中如何 你教如何 而是在大熔炉的最基本前提上 来让大家一起放下干戈之念 共行我们的和谐 这样的一个大菩提道 所以我说他是大活佛 他是大活佛 那么最后 最后我这也很紧张 老害怕时间会过 最后我们自己看 我最后也这样写了一句话 我说各国的宗教领袖 及热爱和平的人 都应该和魂元禅师 即维心中一样 放下成见 放下分歧 举办论坛 找出共同 共化和平 通过文化的交流 通过一心会法 一法会民 最终让法界和谐 让世界永和平 阿弥陀佛 我们谢谢记者佛佛 有人 先生 约人家来家里吃饭 就跟他讲说 我太太不会做饭 不会做菜 随便做做 你就随便吃吃 太太说 以后你都不要找客人回家了 这个 祭祠佛佛 你这样随便说说 我们也认真的在听 你 下次我们也不敢再请你来 因为否则来了以后 似乎 似乎了这么多的徒弟 都被你带走了 怎么办 好 谢谢 谢谢 我们现在 有两位回应人 我们先请 黄院长 师傅 主持人 这在 慈祭法师后面讲话 压力很大 记词 抱歉 所以 又可恶了 因为 祭祭法师 有心理学 法学和佛学 三个领域的博士学位 那我 所以 他的口才真的是低流的 随便说说 全场 掌声不断 抱歉 我还是要坐下来 那 这一场的 主论 有五位 我有幸能够 先拜读 五篇文章 其实以后我真的要向杨院长请求了 我宁可发表一篇 不要读五篇 那现在尝试着呢 把我的读书心得 向各位做一个报告 如果 能够补充的 我简单地做一个补充 圆域法师啊 是师傅的 这个 集门弟子的 又是当了23年的班长 所以 他以维新圣教核心弟子的身份 就实际参与 经历 领会 确认的体验 具体的 引证了许多的实力 以证明呢 维新圣教在 消灾化解上 所展现的 不可思议的修行力量 圆域法师呢 在他的文章总结的时候提到 预防天灾人祸的发生 是世上了 每一个人的共同责任 但是 这个灾结呢 一旦发生了 就应该 集中精神 在当下做好因应 并采取有效的 修行措施 那维新圣教 从1987年 到2015年 之间呢 针对世界各地发生的 八次 严重灾疫 在我们 红原传识的领导之下 经过弟子们 或借法医 或送 无量警告 都能迅速化解灾疫 圆域法师 称它是不可思议的 修行力量 我个人的心得是这样 孔子一生没有住宿 但是它有一件 很大的事业 修春秋 春秋这本书里面 记录了许许多多的灾疫 后世的儒者 觉得不可思议 因为我们知道 孔子是 从来不谈鬼神的 可是这些灾疫呢 它都保留在 这个春秋 还有上书里面 那么 因此呢 就有一个解释 说 圣人因灾疫 以名天人感应 这种天人感应的说法 建于春秋 建于上书里面 春秋是孔子亲自修的 因此呢 古人认为 天人感应 它的感应是非常非常快的 是结于影响 结是快的意思 跟着影子 我们一站出来就影子了 一发生就有回响 结于影响 因此我个人觉得呢 维新圣教 以心奉天 八次的灾疫 在师父及维新信仲的 虚实的虚实 虚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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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动上天 因此呢 迅速 有所回应 换句话说 这就是 天人感应的结果 并不是 不可 思议的 是可以理解的 谢谢 让我喘口气 李佛茂主任 是我多年的好朋友 当年他为了研究道教 因为道教有很多的门派 那么他不得其门而入 怎么办呢 当教徒 当教徒 真的是 对这一点 我非常佩服 因为可见 他是非常非常地执着的 那么 他是现在是 国际知名的宗教研究者 本身 当然更是很虔诚的道教徒 那对宗教这一方面的一些了解 比我深厚得多了 他谈到维新圣教联合记组 原来的论文题目 那后来改成普渡 我想都是相通的了 他特别提出了 这个 在维新圣教在教义上 表明融合三教 及诸子百家思想的一念 并且实际上 在实践上看出来了 而且彰显了 晋天法祖的伦理观 和儒家的传统一致 他认为 周公之礼作业的目的 就是兼顾神道 与人文体制的建立 而将祭祀 列为最重要的事情 那么 我还是要用孔子的话来做印证 因为这里他特别提到 周公之礼作业 孔子的弟子 子下 在解释易经 光挂的时候 有一句话 刚才李教授也提到了 圣人以神道设教 而天下服役 神道设教 我们姑且不去谈理论的问题 我们现在 每个人在家里 如果还敬自己的祖先 老子笑 一个神祖牌 历代祖先 神位 那过去呢 一个朝代被灭亡以后 有一件非常重大的事情 就是后来的帝王 一定把前面那个帝王 堕起九庙 九庙是什么呢 不是九座庙 就等于把祂祖宗全部毁掉 就我们一句话说 要灭人宗族 先灭其历史 就把你这个整个都铲除掉 所以我们念历史 常常会看到 王国的最后一个国君 徽类祠九庙 向祂的祖宗宗庙告别了 那么因此呢 师父倡导 把历代的这些帝王 我们重新对他们做一个祭祀 这是非常了不起的功德 为什么呢 其实那些帝王的后代 比我们更惨 因为他们全部 不要说宗庙毁了 甚至连坟墓都被挖掉了 那种愿灵有多少 我的时间实在不够 但是 这个像张欣芳的论文 是非常了不起的一本 这个博士论文 我要叫他张博士了 那么我想在李峰茂教授的指导之下 明示出高徒 那一定是将来成就可期 我昨天还特别在事务前面 极力地称赞 张欣芳 那后面两篇我就很简要地说一下 这个贺碧市 现在贺碧市 他辖下 有山朝的都城 昭歌 还有战国时代 赵国的都城 宗谋 也是封神版这个故事的基地 那么 冯副会长在这方面 花了很多的精神 那么刚才杨阳长特别提到了 他这个 提干切领地提出了八大准则 那我想 我们从这八大准则可以看出来 其实跟我们日常生活呢 都息息相关 我们每天都在用 只是不知不觉而已 那冯会长把他归纳起来了 那么 既是法师啊 我真的不敢张一词了 不过 他在他的文章里面 提出了一个他个人的亲身体验 就是说他有女弟子 在家中啊 教三岁的孙子要吃素 然后说 这个女弟子就告诉他孙子说 吃牛肉将来会变成牛 吃羊肉将来会变成羊 这个孙子不敢问奶奶啊 就问他父亲 那你一天到晚吃菜 你将来会不会变成蔬菜 我这里也讲一个故事 回应一下 宋代有一位大画家 叫做李龙绵 他画马是天下第一的 比唐代的这个寒干 朝霸都胜过 有一天碰到一位高僧 他说你一天到晚画马 把马的精神全部都吸收了 将来你投胎就是马 我们这位大画家 从此不敢画马 从此画菩萨 画人物 所以他的菩萨像 人物像 是宋代第一的 那我就借此 这样各位道歉 因为这个时间掌握得不好 就是简单地做一个回应 谢谢 谢谢黄院长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